直到新闻现场 韩国新一代男神孔刘 马上在4月底即将登台举办见面会 日前5000多张的门票被秒杀一空 同样是孔太太的天后蔡依林 今天出席代言活动 笑着透露自己很有可能会去参加 而同场主持人黄子娇则是赶在本尊来台之前 在记者会先戴上宝剑道具扮成鬼怪 讨天后欢心 搞笑的举动也让哲令笑道 停不下来 各种广告代言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韩国男星孔刘靠着韩剧鬼怪翻红 耀身新一代男神魅力席卷全亚洲 就连天后蔡依林也加入迷媚行列 我已经活了800年了 活了时间秋长 你这个鬼怪新娘还不赶快拔剑 不要不要 周英出席代言活动 没想到主持人黄子焦神来一笔挂上道具宝剑 重现鬼怪中的经典桥段搞受举动让酒令笑翻 你是不是欢喜吗 人不一样 人家是孔刘我是交流 我们都交流啊 孔刘即将在四月底来台举办见面会 日前五千多张门票短短十分钟秒杀 蔡依林受访时也透露自己可能会参加 时间都留下来了吗 好像有 好像是嘉宾吗 没有啦 我不是 怎么打扮 穿露腿你觉得呢 如果测到你上台跟他玩游戏的话 你最想跟他玩什么 我不知道我大概会 我大概会就是脑筋一片空白吧 对 如果拥抱呢你会很开心吗 会啊会啊 孔刘狭带高人气让天后也被迷得神魂颠倒 就连欧巴扮成了这副模样 酒令依旧直呼好可爱 黑色长假发配上白色发带一身女学生制服 还画上口红露出灿烂笑容 刚出道时的孔刘挑战男扮女装完全没有包袱 也让粉丝看到男神帅气形象背后难得娇媚的一面 今夜演出也展现孔刘的独特美丽 记者红香的陈玉智台北报道 提到马了 等一下 那是要拿做3个设计的 我这样对 ok